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用火热来形容 其中的赚钱效应 也让不少的投资者心动 那么在科创版交易运行 一个月之时 我们不妨来做一次小节 看看这段时间 投资者是否已经适应了 全新的交易制度 未来又有怎样的企业 能够在科创版当中越走越远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风味 听嘉宾们来聊一聊 科创版的满月小节 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大家好 我是边峰伟 欢迎大家每周末 与我们共进财富大餐 我们将使您的投资 像烹饪一样有趣 让财富充斥您的味蕾 我们的节目同时在第一财经 和我的互动平台上同步播出 欢迎您及时的收看 并与我们保持互动 本期我们要聊一聊 科创版满月了 科创版满月 有什么可以值得 我们来进一步的探讨的 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 看似的问题 值得我们来给一些建议 看看操作上 又有什么样的一些 可以反省的东西 我想还是有很多 可以总结和聊的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来看一看满月的科创版 好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本期我们要做一期 科创版专题 满月小节 眼睛一眨一个月了 科创版在这一个月里面 好像热度是慢慢退波 慢慢退波 但是我问了一下 我们身边的很多投资者 应该说参与的人不多 但是在里面的人 出来的也不多 就是真正在里面参与 我们说不是打新的 就是在里面参与交易的 还是乐此不疲 所以我想我们先从 科创版的流动性谈起 就是科创版上市的时候 大家当时关注度最高的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流动性的溢价 同时有可能会分流部分的A股市场 我想上市的前半个月是最为明显的 我看到好像一天的成交金额 每天是多少三四百个亿 对 我们现在互视的一天的成交 三四千个亿 百分之十 二十五个股票 百分之十的流动性 那日子过得很滋润了 可以想象每天的换收很高 然后开盘价越来越高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七月二十二号 科创版个股的平均换手率 都是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每日的成交金额 我们看看后面的这张图 明显的看到 它的成交金额的分布是略有下滑的 两位先谈谈对科创版 这一个月的交易的层面 我们先说流动性的层面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跟之前上市前的一个预判 还是基本吻合的 我们看到第一天交易非常的活 也换售率也非常的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创业版 所以是和他做了比较 对于第一天买入的一个投资者来说 基本上应该说随着第二天探底回升以后 应该说是全部获利 第一个吃螃蟹的都赚钱了 对 都完全获利 之后尽管换手率有所下降 但是我们只要看到有换手率超过50%的 那基本上都是上涨的 换手率低于30%的 那么差不多这一天就是下跌的 老元这条线划得蛮好的 50是一个热情的分界线 是 有些在里面的一些投资者 乐不思俗 乐不思俗 对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像每天都有机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尽管我们说涨停板20% 在这个一个月过程当中 真正触及涨停板20%的数量不超过14% 大部分时间是超过10% 在15%左右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已经比我们A股市场平时的其他的10% 那效率高得多 刺激还是蛮刺激的 而且好像还是集中火力 每天超过10%的加速不会很多 最近一周我们看到 一天超过10%的大概也只有一加 所以这样的话对于做短线的人来说 他感觉火力可以集中 反而没有一个选择的一个迷茫 反而只有更精准 老人是谈出了在里面的人的一些心声 我觉得挺好的 小吴对这一个月的交易情况 感受怎么样 对于在里面的人来说 应该来说就是交易者的天堂 交易者的天堂 一方面是钱确实是要比筹码多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在第一天 如果你不是特别冲动的投资者 在后面交易过程当中都是赚钱的 另外一点它速度快 确确实是速度快 因为通常来说 比如说我们做正常股票 你是看日线的 你做那些白马股 你看周线 那些低估值的蓝筹 你可能是看月线的 但是在这里面不一样 看的可能是15分钟 相对来说如果看的再远一点 就30分钟了不起了 对对 所以它们很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它们在15分钟当中 就很快速地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相关的一些品种 如果是从上市之后的一个低点开始算的话 整体的一个涨幅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在这边我觉得要说一句 我们不能说开设了一个新的一个科创版 就把它短期的我们说涨幅 或者是说短期的涨跌 作为它成功与否的这样一个标准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在于中长期 整个制度的一个建设 怎么去制定好这样一个游戏规则 让大家更好的在这样一个市场当中 进行交易也好 进行投机也好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所以我们想这一个月的小节 我们要开始慢慢地聊科创版在这一个月来 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值得我们提出更多的建议的 有没有地方提出一些更多的反思的 我想一方面是大量的乐观者胜于投机者的天堂 一方面是高溢价高估值 我也翻了一下这些企业目前的增速的情况 普遍的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多到四十多 百分之二十多到四十多这个增速 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确实是不错 但是面对这样都是百倍 千倍的市盈率的科创版的股票来说 说实话我觉得还不够满意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是 一是这个高溢价的问题 老元对这个科创版未来的高溢价 我想它一定是回归的 它这个回归需要一些什么样的 我们说制度性的安排 还是纯的靠市场的供给量去完善呢 我觉得目前情况下 因为首批上市数量比较少 因为目前情况下基本上就是 冲着短线高换手的一个交易 我就是买了以后希望下一秒钟 我交给其他人的 所以目前情况下是看不出来这一点 但未来随着数量的一个增加 那按照现在50万以上 满足的一个条件来说 那这样的一个供给 这个增加 必定会整个水位的一个下降 会造成一个影响 因为参与人还是比较固定的 但这个还是交易层面 造成的一个下降 但我觉得如果从整个深层次 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目前我们进行了 第一步的IPO的一个探索 那么这方面的一个探索 从第一步来说 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说要保证 科创版未来能够平稳 这个行远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交易制度的 包括IPO制度的一个改革 那恐怕还得要向更市场化的 这个方向来靠拢 对 我觉得老元点出的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 目前我们的注册制 好像是看到了 把门槛放到了一个相对低的位置 我们注册制的目的是要让更多有想法的 有创新力的企业能够上市 我们把原来的门槛从利润 从收入变成了研发 变成了行业 看似我们用更宽泛来包容 注册制就是宽进而言出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股的认购的方式 它是市值配售 注册制的核心是说 你这家公司只要有亮点就来 你只要公布了真实的信息就来 不管你现在怎么样 让大家自我选择 那现在是市值配售 刚才老元说市值配售 大家不管的 每个人进去摇一下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我们在市值配售这个环节 市值配售是前几年 对主板当时的认购 而且我们市值配售当时 是有一条发行的那条市盈率的线 对 23 25倍左右 现在我们这条线已经被打开了 那理论上说我们要更市场化 所以市值配售可能会成为 这其中阻碍注册制发行 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这一个月以来 科创板从交易层面来看 我想应该说 如果我来打分的话 当然我们只是很主观 我觉得应该是有八九十分 甚至更高 从交易层面来看 很完善 既没有出现很多的波动 虽然开的都比较高 而且参与的人 似乎也没有觉得很大的风险 但是从制度的层面来看 那么高的溢价 让价值投资者 刚才老元我觉得 说得很好 把价值投资者给堵在了门外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 怎么样从发行制度到开盘价 能够让价值投资者 愿意去看一看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 因为这是未来 我们要去发掘最大 那你怎么样让他去看 不是说价格一定要跌下来 而是在发行的时候 他就要去看 我们现在很多的价值投资者 是在打心的时候 都不看招股书的 就参与了 做什么的跟我无关 中到了以后 像我们一些价值投资 中到了以后会去看一看 看完了以后都很高兴的 在第一天开盘的时候 把它卖掉了 而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 是几乎不看的 那么说到打心的问题 有很多的朋友打不到心 最近打心科创板 又热热闹闹闹在成型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拿了一些数据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 有一帮人 或者说有一帮机构 赚得盆满钵满 打心基金 我看到打心基金的收益 还是很牛的 第一天开板 很多人的打心基金 我看都是百分之五六七八 百分之五六七八 一个月能赚百分之五的话 年化 我真是羡慕死人 所以很多人要问 刘老师我错过了第一批 现在还有 现在又来了 第二批我是不是要上 其实近阶段市场当中 未必是买打心基金赚钱 而是买现在现成的一些 开放的基金 也没赚钱 实际上买现成的开放的基金 在近阶段 也就是第一批二十五加上市之前 大约两周的时间 市场上实际上有一股暗流 就是买打心阶段的 开放的基金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从第一两家公布 就第一天首批 这个申购的情况 反馈中奖的那些 申购的一些基金的一个情况来看 发现他们占到市值的一个比例 是相当高的 对 那么考虑到是二十五家 这些可能都会去申购 对 那么这样的一成的话 就发现 就很可能 对他们的一个市值 有重大影响 结果事实上二十五家打完以后 发现有一批基金占到市值的 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五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说上市第一天翻一倍的话 那就是等于你这个基金 一下子升值就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 对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那再考虑申购费 这个赎回费等等这些因素的话 你的一个收益已经可以超过 年度的一个收益 那我理解了 就是说这些开放式基金 我们现在说的打新基金是指往下 就是它因为往下能够确定认购 而且认购到数量比较大 那么我们应该是在去找那些 就是开放式基金里面盘子略微小一点的 对它的净值影响大一点 事实上排在前面的都是在一个亿左右的 开放式基金的一个总规模 我觉得下一阶段 可能不会像第一阶段 25加这么集中 对 但是按照客战版的一个发行制度的一个理解 是有期限的 我印象当中是六个月 都是要完成这个发行与否的这个许可认可 那么一旦完成 那么两周之内得发行完成上市 对 那这是按照制度的安排 那么按照这个制度的安排的话 那我相信接下来会有一阶段 每天发行的数量会比较多 但是收益会下降 如果这批开放式基金 也像第一批那样踊跃去申购的话 那会有第二层 那么刚才老爷说的这个是开放式基金 我刚才看到的是打新基金 就专门用作打新的 为什么在这一步里面打新基金的收益也很好 小吴怎么看 打新基金为什么不能配呢 时间比较长就有风险吗 是的 主要是一个锁定的一个关系 之所以说整体收益都很高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一次的 当时我们其实做过这样一个讨论 大量的是像往下的这样一个打新基金 进行一个倾斜的 对 所以他们的一个我们说 申购的这样一个数量 整体中签的一个数量要比原来 如果是单纯在现存A股当中 打新中签的一个数量要来得多 对 所以这样一个比例的一个提高 再加上确实跑上来 头一批我们说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溢价 所以使得他们整体的一个 我们说净值 确实有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表现 另外的话就是 像袁老师这种方式挑选基金的话 大家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要选择这当中 他们本身持仓比较稳定的那些感觉 但是伴随着数量越来越多 伴随着整个我们说 科创版的一个新股 炒作的这样一个热度的这样一个地界 其实未来的一个收益率会往下走 我想现在这些打新基金 都没有什么这个甄别的能力 我们对他们不需要甄别能力 因为他们现在都打的 其实我刚才反复提到的是 我很想看到有一天 我希望这一天越早来越好 能够破发 我们来看看这些人的水平 因为破发以后你就要选择了 哪个东西你打 而且你打的时候 可能很多东西就不会大家都参与 你可能中到手上能中很多 中很多以后 如果上市以后表现好 那你赚的也多 当然你亏的也多 一年以后两年以后大家发现 这两个打新基金 每次他打的东西都赚了 量又很大 那我想他的专业眼光会进一步的锁定出来 所以现在的打新基金的收益 我觉得更多的是投机层面开始 一个月的科创版 我想到目前为止交易的性质更强一些 上市到现在为止接近30家了 我想30家的这些公司 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些企业 现在这些企业行业属性 包括整个的业绩的属性来看 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增速 总体还是比护士主板的要高很多 大部分20 30 40 50 现在小吴有没有看过 目前这些企业的中报出来以后 你总体对这些行业的判断 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总体给我的行业判断来说 就是觉得大量的公司 就是当中大量的公司 他们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现在市场给他们一个非常高的市值 像我们已经不是说 单纯去看市盈率的一个水平了 市值给的很高 但是相对来说 它的一个行业空间并不是很大 行业空间不大 是 也就是说 你在一个相对来说 较小的一个市场当中 已经是第一步给到位了 给他们一个非常高的估值 给非常高的一个市值 对 所以市值和行业空间 我觉得这当中的一个关联 大家需要好好进行一个思考的 当然头一批 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跑上来25家 那你现在钱的供应比筹码要多 那自然会有估值一下 但是再往后 整个科创板一定是越来越市场化的 在这样一个进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就是哪怕它暂时来说 业绩的一个短期波动 我们能够接受 但是你必须要看到 它有能够长足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 另外的话 我谈一些相对乐观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对我的感觉来说 我觉得科创板未来能够成功 就好像当时的创业板一样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行业的一个构成的当中 半导体 人工智能 通信 信息消费 生物医药 这些都是硬科技 硬科技应该就是未来 整个科技行业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拉长周期看的话 我相信在整个的一个 踩准了行业节拍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们能够成功 但是这样一个成功的高度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你市场化来得越早 来得越彻底 它们的高度就会越高 小吴谭的这个我理解 就是这一次的科创板 它的意义是重大的 它不仅仅是在资本市场层面上 它更多的可能是要让全世界看到 我们对这一块的重视 所以现在的高溢价 也有可能会让更多的 最好的科学家 最好的技术人员回归 甚至很多我们说未来的独角兽也好 慢慢慢慢地回归到A股市场 到科创板来上市 这个意义可能是非常重大的 最后我们把科创满月 作为本期福利的关键词 在我的互动平台上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张表格上 是把科创板目前已经上市的 大量企业的整个营收的状况 给了大家 其中是有这些公司的 目前的行业 目前的市值 营收 净利润 ROE 包括行业的毛利率 行业的净利率全部给你 我想给你一一地去做一个对照 这张图能够一眼地就看出 这些公司目前的增速怎么样 目前的行业相对比的市盈率高了多少 目前的市值有多大 你大概能够得出这个股票 目前贵了多少 其中你应该找一些增速非常高的 那些企业放在你的自宣股里面 现在不要动 你等 慢慢地等等 它的市盈率从200倍跌到100倍 跌到50倍 跌到40倍 你说不定可以开始 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的增速还不错 你可以去看看 在我的互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 科创满月四个字 把这张图送给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观察看看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本期的财经风味 科创满月就聊到这里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转 在近期的我们还是反复地跟大家做一些实战操作的一些演练 希望把一些图形量价能够综合地运用告诉大家 那么在实战之中的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帮助 所以本期我们要说一种比较多件的形态 这种形态在不同的位置出现 它反映的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把这种形态把它抽丝剥茧地分开 分成不同的品类跟大家去聊 这种形态叫蝴蝶结 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蝴蝶结的形态 一般是有上下两根十字心 它有多种的组合 它一般是有两根或者两根以上的新K线 十字心的K线组成 十字心的阴阳不线 你不用去管它是阴十字心还是阳十字心 反正十字心大家知道就是几乎收平 上下引线的长度也不线 但实体越小越好 实体越小 说明在这个位置的平衡越明显 它可能是冲高回落 或者先易后仰 你都不用管 但最后都是比较明显的十字心 底部蝴蝶结的组合 一般是在大跌后 或低位横盘震荡时出现 是一种典型的看涨信号的加强 我们今天说的是蝴蝶结形态的第一种 叫底部蝴蝶结形态 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在大跌或者低位横盘的时候出现 是一种看涨信号的加强 它的关键点 底部蝴蝶结出现以后 一般在短期内会伴随有中大阳线 并进一步地确认十字心的底部信号 其次 底部蝴蝶结时 一般成交都极度低米 在十字心底部的时候 成交很低米 显示短期市场的成交匮乏 盘面很空 这个字怎么理解 空的意思就是 其实在这个位置成交非常的低米 上下随时都可以展开大阳或者大阴 底部蝴蝶结若被有效跌破 要注意止损 如果很空 一旦往下 那也有杀伤力 可能会再下一个台阶 这是关键点 我们来做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大家看看 这个股票在底部横盘了一段时间以后 再跌 在这里形成了连续的阴阳十字心 看到吗 很小 大家看看这个成交量 小得很明显 但是在出现了以后 三五天内出现了放量的中阳线 而且这个放量中阳线是突破了 整个蝴蝶结的上沿 就是你所有的十字心 被它一举拿下 而且略带放量 之后你看 它就在这个蝴蝶结的上面开始横盘 然后冲高 再回落 依然回落在这条线上面 再度上扬 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在连续下跌以后 突然之间出现的 大家看 这两根十字心很奇怪 这两根十字心是在连续大阴线以后出现的 第一根十字心没有感觉 但你第二根十字心一看就奇怪了 它是往上走的 你看是一个这样的十字心 这样的十字心 而且是在大跌以后的十字心 关键是第三天马上出现中阳线 虽然这里没有放量 但在短期内马上收复了两根蝴蝶结 所以大家知道 当你两根这样的十字心出现 马上开一根中阳线的时候 你要非常的重视 因为它一直收复了这个位置 之后横盘一段时间以后 选择上攻 途中股价在连续下跌后 形成的蝴蝶结形态 此时该蝴蝶结要重点关注 记住出现蝴蝶结形态 一定要重点关注 跌破既做技术止损 反之表明新一轮趋势形成 未来蝴蝶结的形态 大家会经常看到 因为十字心的反复多用 往往是在市场里面经常看到的 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 叫底部蝴蝶结 底部蝴蝶结关键是要在短期内 出现大阳线 盖过底部蝴蝶结的上沿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趋势的改变信号 本期的边学边传就到这里 好 本期的财经风味 我们是聊了整个科创版 科创版满月 我们是做了一些总结 也给了一些建议 最后我想对在里面的那些投资者来说 这个投机当然是以快速著称 到什么时候 老远觉得可能投机要小心一些 现在其实在里面的风险还可以 我看第一天来的 其实什么时候 今天就是在里面的东西 一个人格好 n来的 船面是 但是我们会发行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